高雄三明区一所国小举办露营活动 却发生了学生遭到厂商辅导员罚贵 而事后校长道歉并且自情处分 高雄市教育局昨天深夜宣布 即日起更换校长并指派都学来代理职务 高雄市一间国小上个星期一 到骑山举办五年急升露营活动 没想到隔天清晨五点多 有少数学生提早起床走动吵闹 活动厂商的职业教官竟然情绪失控 以连做法要全体学生罚贵大约一分钟 厂商代表表示 这位教官之前也带过学校活动 并没有出现过类似行径 因此出面鞠躬道歉 校方也表示会深刻检讨 到凌晨两点的时候 老师才离开到营本部去 我们有通报系统 理论上他这个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 厂商第一时间应该要立刻跟我们联系 但是厂商没有做到这一点 高雄市教育局26号深夜宣布 学校人员没有能够及时掌握状况 妥善因应 显有不当 即日起更换校长 并指派都学代理职务 记者沙宴其中健刚综合报导 未经许到技术对自同做館bat 了 感谢观看